雷迪王乐天12月6日报道,知名物理学家、中科院院士、天使投资人张守生教授,日前在美国过世,一是跳楼。 丹华资本日前给有先合伙人发布消息,成正与张守成教授的家人联系,目前丹华资本在正常运营。 张守成为1963年到2018年,汉足、美国华语科学家、祖籍江苏高游、生于上海、斯坦福大学物理系、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。 资料显示,2007年,张守成发现的量子次旋或二效应,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的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。 基于他对拓扑绝原铁和量子、自旋或二效应的开创性研究,张守成以包烂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,包括欧洲物理奖、美国物理学会巴格莱奖、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迪拉克奖、游理基础物理学奖和弗兰克林奖章。 2009年,张守成入选千人计划,并被清华大学特批为教授,开始为祖国效力。 张守成是2013年中国科学院来议院士,他是杨振宁的弟子。 2017年7月21日,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文校华语科学家王康龙、斯坦福大学、华语科学家张守成、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寇旭峰等团队合作,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大发现。 在整个物理学界历经80年的探索之后,他们终于发现了兽性马约、纳费女子的存在。 雷帝出网游资深媒体员雷建平创办,背头条签约作者,若勤写明来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